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的考察队 在2月1日探访河北省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 路透社报道 随行的专家团在当地逗留四个半小时后离开 并未有直接回应在场记者提问 而身处日内瓦的世卫传染病及流行病专家 范克尔克霍夫 在同日稍后的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与中方进行了良好的讨论 他指 他们的访问带来了更详细资讯 而所有这些资讯都需要国际团队与中方进行分析 而这些都会带出更多的问题需要解答 他们目前的焦点是早期发生了个案 而双方进行了良好的讨论 世卫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则表示 专家组会询问更多的问题 并寻找更多的资讯 2月2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针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声称 中方对世卫专家组安排缺乏透明度一事 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 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始终本着开放透明态度 同世卫组织就全球病毒溯源保持密切的沟通协作 希望美方也像中方一样 在溯源问题上采取积极科学和合作的态度 并保持透明度 邀请世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研究 美国白宫发言人沙奇日前表示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起源 美国希望有稳当且明确的国际调查 而此前不少西方媒体更屡屡畅衰 世卫的议员调查 认为在中国压力下很难找出真相 世卫公共卫生紧急计划执行主任莱恩 今天炮轰在背后对调查团放冷枪的声音 要那些声称 知道疫情爆发真相者站出来 别躲幕后 莱恩说 许多批评者不是嚷着 报告出炉也不接受 就是声称 另有可靠情资 恐显示对疫情起源的全然不同答案 莱恩今天在世卫总部所在地 日内瓦德记者会里说 若你们手上有答案 拜托让我们知道 在报告转币前就嚷嚷不接受 或是嚷嚷手中有尚未提交的情资 这是哪门子负责任的表现 这番谈话显示在回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布林肯今天稍早在国家广播公司受访时 说中国表现不及格 要中国加快脚步 确保透明 展显证提供资讯与共享 别让国际专家与督察人员不得其门而入 莱恩表示 所有的传染病调查就跟侦探故事一样 都是先找出资讯 然后再提出进一步疑问 是该那些自称手上握有证据者自证的时候了 调查团现已结束隔离展开调查 尤其是访查这次疫情通报 首起群聚感染病例之一的 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以及最先收治确诊者的医院 世卫针对COVID-19防疫的技术领导人 范科霍夫表示 调查团也会查访武汉病毒研究所 美国前总统川普多次推出一种 没根据的理论 即病毒是从这家研究所流出 范科霍夫说 调查团与中方同侪进行丰富的讨论 也查访了武汉当地多家不同医院 他们在华南市场的查访进行顺利 能查看及走进出事摊位做第一手调查 也会安排定查访病毒研究所 布林肯虽然没有像前任蓬佩奥那样 把所谓中国病毒挂在嘴上 但却深得蓬佩奥的精髓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这种结论 简直呼之欲出 布林肯依照白宫对中国耐心的策略 寄望于拜登政府致力于重建联盟 我们必须以优势地位 而不是劣势来应对中国 我认为这种实力来自于拥有强大的联盟 而中国实际上不具备这种条件 讲到这儿 布林肯似乎有些心虚 他声称 美国将通过重新参与全球事务和国际机构 以获得对抗中国的力量 因为我们退出 中国就会趁机而入 这里显然指的是 美国前任政府对美国声誉的过分透支 比如针对北约 联合国 世卫等组织的攻击 这就跟布林肯认知中的 何谓中国挑战有关了 一方面 他将中国和平崛起 视为对美国的所谓挑战 同时他也承认 中国之所以能够形成挑战 也与美国自身酿成的弱点有关 2月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就加拿大外交官被举报 定制武汉蝙蝠文化山一事 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有关人员作为加拿大驻华使馆的外交官 所作所为与其身份严重不符 也背离家政府高层的一贯立场 中方对此感到震惊 已向加驻华使馆提出了严正交涉 要求家方立即彻查此事 给中方一个明确的交代 一天后 加拿大外交部给出解释 并在回应中宣称 很遗憾造成的误会 路透社北京时间2日报道 加拿大外交部承认 文化山由一名加拿大驻华使馆人员设计 作为参与去年武汉撤侨工作的工作团队的纪念 加方坚称 上面的图案是借鉴美国说唱音乐组合 武当邦的标志 并没有指代蝙蝠的意思 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 在给媒体的电子邮件中表示 我们很遗憾造成了误会 报道称 武当邦组合的标志图案 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大写字母W 即武唐的首字母 在国内社交媒体上 许多网友认为图案代表了蝙蝠的形状 武当邦组合于1991年在纽约成立 其命名据称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香港电影《少林与武当》启发 作品中也结合了美国黑人帮派主题与功夫等东方元素 2007年 武当邦被美国音乐电视网评选为 史上最伟大嘻哈组合中的第五名 为其设计标志图案的罗纳德·比恩曾透露 主创成员选中大写的W字母 即武唐的首字母缩写 最终确定的造型 源自他早先的一个涂鸦 据国内媒体报道 近日 一名从事文化山定制的中国店长 通过微信实名举报 有加拿大驻华使馆工作人员 于去年7月定制带有武汉蝙蝠图案的文化山 经过对比不难发现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文化山照片 与武当邦的标志图案基本相同 但区别在于 文化山图案中部的单词是武汉 并非武唐 对于这一点 加拿大外交部并没有提供解释 而蝙蝠外形武汉单词两个元素的结合 也令许多中国网友认为文化山图案 有借新冠疫情污名化中国的意图 世卫组织和国际社会都曾明确反对 将病毒同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相关联 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称 文化山的设计者是一名使馆工作人员 其详细身份并没有公开 文化山是作为参与去年年初 从武汉撤侨的使馆工作团队的纪念 近段时间以来 病毒源自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传闻 甚嚣尘尚 一名曾在该实验室就职的印度裔研究人员 对外曝光了真相 他指出 自己的导师利用在中方发现的基因片段 进行人工合成 最终得到COVID-19新冠病毒 由于2019年实验室排污系统出现故障 导致新冠病毒流传到实验室以外的地方 周边居民首先成了被荼毒的对象 相信大家对2019年8月份 美国流感事件还有一定印象 美方对外宣称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呼吸道传染病 但是此时新冠病毒已经开始祸害全美民众了 当局为了避免引起国内恐慌 选择用大号流感的荒谬言论搪塞民众 然而只是包不住火的 这把火果真烧起来的时候 全世界都跟着遭殃了 值得一提的是 国际舆论疯狂发酵的同时 世卫并没有派遣调查组 进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进行搜查取证 反倒在中方境内进行溯源 由美英澳等十国组成的溯源小组 在中方武汉病毒实验室内展开溯源工作 有声音表示 这根本就是一场打着溯源旗后的栽赃行动 美英澳亡我之心不死 一心想将中方当作挡箭牌 妄图借由此次溯源彻底坐实我方无名 这是国际社会有目共睹的 据外媒2月1日报道 美国白宫新任发言人普萨基声称 必须弄清病毒爆发出气的具体情况 将通过与盟友密切合作的形式 完成相关调查 此外 普萨基还强调 希望增派驻华人手 包括科学家和外交领域专家 以此提高溯源工作效率 普萨基的这番讲话 也真是有意思得很 难道溯源工作取得进展的前提 必须是美国家派人手 美方似乎忘了 当初是谁率先关闭休斯顿领事馆的 又是谁比中方具有更大的嫌疑 对于世卫专家团的到来 我方拿出了绝对真诚的态度 卫生部门和相关人员 紧密配合世卫的调查取证工作 作为国际大国 我方愿意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能对溯源工作起到帮助 那么对于全球抗议工作来说 都是一项伟大的进步 当然美国同样应该承担起 配合世卫调查的责任 美方一直以军事机密搪塞外界 如今看来 这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借口罢了 想要尽快弄清新冠病毒源头问题 美国是世卫 必须深入调查的主要对象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